先给你们分享5只比较热门的定妆喷雾 这里面呢有帮你们避雷的 也有给你们安利的 那我主要会从定妆喷雾的喷头 跟定妆效果这两个方向去快速分析 帮助你们找到适合你们的喷雾 第一个是很早之前就曾经出现在过 我视频里面的胶韵湿 那个时候我还不太了解定妆喷雾 完全是被它的美丽所迷惑了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它的主要功效呢是保湿 定妆能力我觉得非常的差 最令我无法接受的是它这个喷头 只是喷水 但是并没有形成雾的效果 我觉得这个喷头它还能再做得更好一点 那如果从我自己测评的两个角度 一个是喷头还有一个是定妆能力 我觉得它做的都不算完美 买了有两年了吧 但是它只用掉了半瓶 我都是把它用作妆浅的保湿来喷一瓶的 如果你们是希望有定妆能力的话 它直接pass掉 先给你们看一下这一只的喷头有多优秀 它雾化的效果超级的好 这个雾在空中停留的时间都很久 而这一瓶它只要五六十块钱 我觉得能把喷头做成这个样子实在是太牛了 它的定妆能力也非常非常OK 我基本上是化妆之前喷一层 上粉底的时候喷一层 全妆结束以后再喷一层 它妆定的很牢 融合妆面的效果也非常的好 什么复制都可以用 当然如果你是牛皮很怕脱妆的话 可以把它用在散粉之后 它既可以加强定妆 又可以降低整个妆面的粉感 在夏天如果你这样定妆出门的话 一整天妆面都会保持的非常完整 成膜速度也是今天我这几款里面最快的 它喷出来有一股淡淡的玫瑰香气很好闻 就不像有一些定妆喷雾 它有口水的味道 就要说我对博瑞美定喷的喜爱 就是他们家目前出过的三款 我全都收了 他们家还有一个很好用的产品 是这个大瓶的蜜粉 如果你们平常习惯用蜜粉的话 可以试一下这个 下一个是Cover FX的强效定妆喷雾 你听这个名字强效它的定妆能力真的超级无比的强 用之前要疯狂疯狂的摇摇很久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喷头是成两树这样喷出来的 这样的出水设计会导致我喷到脸上以后 它的干湿分布的特别不均匀 有的地方喷雾不够 然后有的地方已经非常的湿答答了 如果我脸上有一点干粉的话 它就会把我的粉凝结成一个一个的小白点 它喷到我的全脸以后 我就觉得我的脸像绷住了特别的干燥的那种感觉 可能因为它的定妆效果实在是太强了 反正肤感对于我干皮来说也不是特别的友好 我真的很纳闷 就是它的内容物做的这么好 这么强效定妆这么优秀 为什么喷头的设计就不能再好一点呢 真的是有点可惜 下一个是Mac的定妆喷雾 我先给你们看我特别喜欢它的一点 有一个锁扣的设计 你这样转过来就可以按压 融合妆面的能力也很好 你喷完以后可以明显的感觉到降低了妆面的粉感 但是也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喷头 看到了没有 不是物状 就一点都不柔和不细腻 喷在脸上的时候我觉得它不能够均匀的附着 但是因为我是一个干皮毛 我平常就不太容易脱妆 直到后来我有一个油皮的朋友来我家 白天喷了它 然后晚上回来的时候 它的妆面真的是脱得蛮严重的 之后我才去查它的功课 我发现它是一个主打保湿效果的一个喷雾 它好像据说是没有定妆能力的 但是它却当一个定妆喷雾在推 我看到网上很多姐妹对它的测评 也都说觉得它没有定妆能力 就是很迷惑的一个产品 可以作为妆前保湿来用吧 你们都知道我对Marvin定妆喷雾的评价特别的高 他们黑屏那个我超级的喜欢 因为它这个喷头实在是太优秀了 完全就是物状 并且你这样一直按压 它就可以一直喷 我超级喜欢Marvin这个喷头 它可以让雾均匀的落在你的脸上 并且它的定妆能力也非常OK 今天拿的是粉色的 因为我黑色那个用完了 这个粉色的是跟J姐联名的一个款 你们看它的瓶盖 上面有一个小草莓的标识 这个是草莓味道 它的味道你也不能说不好闻吧 但是实在是有一点太重了 它跟我平常用过的一些香水的浓度都差不多 你想象一下你把香水喷在脸上 我觉得Marvin的定妆喷雾很好用 喷头啊定妆能力都OK 但是做出这种比较浓的味道 我真的是没法接受 你喷完以后就是人生炼玉 好了那这五款定妆都跟大家分享完毕了 我现在手上黏糊糊的 那希望这期视频对你们有所帮助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